最后再能够圆满的以大背心发起四红四月 安住空性 鼓度众生 最后成佛 所以都要守戒力 慈戒可以有人天福报 慈戒可以解脱 慈戒可以成佛 这叫三级等剑七纵 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孙长是善友 慈心安慰说 厌舍不听守 所生当龙愧 喜遇诸有得 供养妙香花 私人所受生 身下西端岩 肌体其柔软 静如炼真经 诸佛如是不思义 佛之正法亦复然 若能尽情不思义 必当获得不思报 菩萨摩赫萨 菩萨摩赫萨 祝于此人 有十种利益 何等为时 一者火不能烧 二者刀不能割 三者毒不能中 四者水不能飘 五者为非人护 六者得身相庄严 七者必诸恶道 八者随其所乐 生于梵天 九者 昼夜长安 十者 其身不离喜乐 长说柔软雨 远离于恶口 众生所爱乐 能灭先世也 若鱼吃凡夫 因不多闻 生坏命中 去之恶处 生地狱中 因多闻故 获灭苦痛 生极快乐 因多闻故 获得司徒寒果 或阿纳寒果 蒙古 佛言 世尊 布施庄严 境界庄严 多闻庄严 是三庄严 何者为罪 何者为圣 佛言 敬畏 三庄严中 多闻庄严 最可称探 最圣孙上 无上 无圣上 善男子 如须弥鞭着一戒子 而是师父 其境界庄 亦复如是 犹如戒子 多闻庄严 如须弥山 善男子 如一小鸟 色庄西空 师界庄严 亦复如是 多闻庄严 如鱼虚空 一 布施庄严 能作恶史 何等恶 能处贫穷 成大风禄 二 见解庄严 亦作恶史 何等恶 一离恶道 二指善处 三 多闻庄严 亦作恶史 何等恶 二 未能处去一切诸剑 能及一切智慧庄严 四 布施庄严 誓有漏宝 尽界庄严 亦有漏宝 五 善男子 多闻庄严 无漏 无报 四 布 善男子 古萨摩赫萨 殷勤精静 修多文慧 我们必须经常反观自信 审查我们的真心 不管别人怎么想 从自我的观点来说 我们主要依靠两种力量 关照与冥想 同时要留意 不造作任何会后悔或困扰的事 不管在家里或公开场合 我们都得谨慎小心 寻规道具 只要这么做 我们自然会快乐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 来面对这一切 没有任何快乐 可以比你心灵消耻所获得的快乐 这是最大的快乐 也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一个善良的心 温暖的心 慈悲的心 是可以教导的 把两者结合起来 你的整个人生 便是建设性与快乐的人生 而且也一定能给社会 重大的利益 并造福人群 快乐的根源 就是借由关怀众生 服务人群的慈悲心 与利他心 所能获取的内心和平 甜事 宁静 与满足 真正的快乐 来自内心和平 与满足 而这种心境 则是利他心 爱心 与慈悲心的培养 以及无名 自私 贪婪的去除 所获取的 爱心 慈悲 耐心 宽容 与宽恕 是寻求快乐的 唯一途径 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 哲学 哲学 与伦理思想等 名称各不相同 教导的方法 也相当不同 但是 主要的目的 一定是一样的 如果这些思想有价值 一定是教导的 一定是教导 一些方法 减轻所有生命 在身心两方面 所受的痛苦 不要在痛苦 和有需求时 才向神 祷告 要在心灵